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王子曰相聚 王子曰这个平台 希望透过经典和生活势力的结合 以及现代诠释 和大家一起共享经典智慧 重新发现经典的美好 帮助我们更愉快的生活 王子曰就是王老师开讲的意思 今天这一讲我想来谈一谈 关于孔子的人生观 这是孔子和他的学生 子路在周游天下的过程当中 一段和隐者 就是隐居的人的对话 哎呀我们从这边发现 孔子真是一个很坚持的人 好这里面总共有论语里面的两个单元 一个是论语的现问篇 另外一则是论语的维子篇 先讲现问篇的这个故事 子路跟孔子 其实两个人一起经过石门这个地方 石门就是我们现在写的新北市的石门 石门这个地方过夜 隔天早上要出发的时候 那个守城门的人就问子路说 你是打哪来的 子路就说 我是从孔先生那里来的 那呢没想到这个故城门的这个人呢 就跟他说 哦就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那个人啊 显然呢当时呢 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头呢 连守门的人啊都知道 孔子呢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那么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常常讲呢 知其不可而为之啊 去形容一个人呢 虽然知道呢要去实践的事情非常困难啊 那呢但是还是很努力的去做 就说那个人啊知其不可而为之 当我们现在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通常那个潜台词是说 这个仍然坚持去做的人呢 恐怕成功的几率呢并不很大 所以因此呢 那个城门呢就告诉子路说 哎哟你就是从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那个人那里头那边来的啊 显然啊这个守城门的人呢 连孔氏啊 孔先生呢这个话呢都不愿意说啊 他当然呢是有一点呢看不起的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故事 那么这个守城门的人呢 后来呢被学者归纳为呢 恐怕是一个天下的隐士之流的人 像是隐士这一类的人 不过这个地方呢 这个城门呢叫什么名字呢 没特别说 只说了这个城门呢 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呢就是 早上的时候呢得去开城门的人 城池的城 城门 那因为早上的时候开门嘛 所以原点里头呢写 早晨的时候呢 去开门的那个人 那呢 另外的一个故事呢 是有两个隐士啊 这两个隐士呢 叫做长居跟杰尼 这个名字取得很好玩哦 居其实是我们现在写的那个 我们说谁谁很沮丧啊 那呢很sade的啊 很沮丧的那个举 那呢但是他在人名的时候呢 是念居一声 那么溺呢就是那个溺水的溺 所以这个这两个的名字很好玩哦 他们的名字呢 都是呢跟水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可以猜测说呢 恐怕他们就是隐居呢 就是在靠近有水的地方的人 他们两个人呢就一起在耕田啊 然后呢有一天呢 就孔子就经过他们了 经过那儿 那就派子路呢去问说 诶那渡口在哪里 因为要找路嘛 又没像我们现在呢有导航啊 然后呢 就子路呢就过去问他们两个啦 首先先问的是这个长居 那长居呢就反问子路说 诶那你们要坐马车啊 你们搭马车 那那你车上拉着那个 拉着马江神那人是谁啊 子路就回答说 是孔秋啊 那这个长居就进一步的确认说 诶这是鲁国的那个孔秋吗 诶可欠啊 鲁国的孔秋可能是 大家是有听过的哦 那子路就回答说 对啊 是啊 那他说哦 那他根本就是知道渡口在哪里了 诶这个子路呢 孔子派子路呢去问路 其实是不知道路的嘛 可是呢 长居呢却根本呢也没回答 他说这个渡口到底怎么去 反而是回答说呢 根本就是你们老师本来就知道了啦 那个孔秋呢 孔先生本来就知道了啦 诶这里面呢 其实是有寓意的啊 不是呢 明白的具体的去说 路在哪里 而是呢 暗示着说呢 孔子事实上是一个知道呢 道路的人 这个道路呢 不是指的是呢 实质的路 而是指呢 那个潜台词的 人生应该要走的路 所以呢 当这个长居呢 回答说 你老师本来就知道了 孔秋本来就知道啦 其实呢 表面的意思是呢 你何必问 你们本来就知道了 或者是呢 他该知道 或者是呢 我根本就不想回答 所以讲完之后呢 等于没有讲 那当然 子路就没有问到啦 所以后来呢 子路就没办法 又继续问 姐妮 姐妮就说 你谁啊 然后呢 他就说 哦 我是仲游啦 仲游呢 其实就是子路 是他的字 那他就说 啊 你是那个鲁国孔秋的学生吗 子路就回答说 是啊 那姐妮就说 啊 这个 滔滔者 天下皆是耶 这天下呢 动乱不堪啊 到处呢 都一样 乱七八糟的 到底是谁能改变呢 况且哈 你跟着你老师啊 孔秋那种人啊 是避人之事 避人之事就是 躲避人的啊 那还不如呢 跟随着我这种呢 避世的影视要好啊 所以呢 这个姐妮说完之后呢 就没回答了 然后讲完之后 就低头呢 就继续跟田了 这就妙啦 子路去问 这个姐妮呢 渡口在哪里 姐妮也没有告诉她 反而是劝她说呢 子路 你跟错人了 你跟着那个孔秋啊 是很错的 你跟着孔秋呢 以为啊 要去改变天下 我告诉你 改变天下 是没可能的事啦 那天下呢 这么混乱啊 哪是靠 孔秋 跟你们几个人 能改变的呢 还不如呢 说是呢 躲起来好了 就当一个 避世的影视 要自在逍遥一点了 所以因此她就没理她 那子路现在没有达成老师的使命啊 所以子路呢 当然就没办法 摸摸鼻子呢 就回去了 回去告诉呢 孔子这件事情啊 说呢 啊老师 我刚刚呢 发生了这样子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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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然后呢 去问了长居呢 问了姐妮啊 他们是这样这样说的 结论就是没问到嘛 后来孔子听完之后呢 觉得很怅然啊 悠悠的说啊 鸟兽呢 是不可与同群的 就人啊 是没有办法跟山林当中的鸟兽 住在一起啊 那我是人嘛 我如果不是跟世人相处在一起呢 我还能跟谁在一起呢 虽然天下是很乱啊 天下就是因为很乱 我才要出来改变啊 天下如果太平的话 那我就不用出来改变世界啦 我就不用出来游说人正啦 所以呢 从这里头啊 可以看出来孔子的人生观啊 孔子呢 周游列国啊 去游说人正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假设了两个呢 赢者呢 这个隐居的人呢 跟孔子的学生子录呢 的对话 那呢 透过呢 石门 长居 解逆啊 这样的一个势力呢 来去谈 儒家呢 特别是孔子啊 对赢者这种消极悲观的态度呢 不以为然 所以呢 在前头的这个城门呢 就回呛子录说 哎呀 孔氏啊 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 那呢 在长居解逆的这个故事里面呢 把人的这个作为呢 分成两类 一类呢 是必人之事 就是孔子这一类人 要入世呢 去声扬自己的主张 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 是梦想 对不对 所以天下虽然很乱啊 但是呢 我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一切愿意呢 尽其在我呢 去努力 还有另外一类的人呢 是必逝之事 就是这些呢 迎者啊 就到家呢 面对纷乱的世界呢 是采取一种 必逝隐居的态度啊 所以呢 与其呢 你花这么多性命啊 去改变世界 然后呢 就算牺牲自己啊 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那我们还不如呢 就隐居自己开心就好 你也关太多啊 你知道吗 关起海边儿去啊 你自己够好 比较实在嘛 所以呢 因此 这个长居解逆呢 就选择了呢 隐居的道路 就过自己的小日子啊 这当然代表呢 儒家呢 跟道家的两个不同的人生观啊 历来 这两个事例呢 也被讨论说是 儒家跟道家呢 最早的对话 从这里头呢 我们可以看出呢 两种类型啊 就是儒家跟道家的人呢 在面对世界啊 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呢 所采取的一个思考呢 跟自我树立的方式 儒家当然就是像我们平常呢 对儒家的认识啊 就是采取呢 积极向前的 勇于承担的人生观 所以呢 就算是世界很乱啊 世道是不可的嘛 但是呢 这是天意啊 我有点没办法啊 但是呢 我的不可不为 这是知天意啊 所以我有一个 不可不为的积极承担啊 在人间行道 所以呢 这是孔子呢 一辈子当中呢 最重要的 信念所在 他一辈子当中呢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 天下能够太平嘛 所以世界如果 很太平的话 他就不用出来啦 这是积极 向前的人生观 还有一类呢 是向道家的 是采取一种呢 消极呢 后退的人生观 不过呢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呢 这个后退啊 并不是退步的意思啊 这个后退呢 有一个特殊的 道家意义的关怀 站在道家的立场呢 你拿生命啊 去跟他对赌啊 这件事情 恐怕是 很需要呢 重新考虑的 并不是呢 所有的人呢 都需要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 道家的努力呢 的形态 跟儒家不同 不过这个地方呢 有点长 所以呢 有点复杂 我们在这一讲里头呢 就暂时先不说 总的来看呢 儒家呢 像是太阳 他就跟你说 要天天 向着太阳跑啊 要天天努力呢 天天向上啊 这才是正常正道 我们应该要有的人生观 可是道家告诉我们说 当你很面向太阳的时候 请注意 你会晒伤哦 何况 大家恐怕都忘记了 晒着太阳的背后呢 有一条长长的影子 如果呢 要靠你呢 来改变天下啊 立马帮帮忙 所以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孔子真的是很坚持的人呢 对于城门呢 跟长居杰逆来说啊 这样的一个积极奋劲努力呢 是不必要的 所以因此呢 他们讥笑孔子 可是孔子呢 显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孔子说啊 你们就是鸟兽不可与同取呢 你们要自己过活 我是没办法的 因为我毕竟是要跟人活在一起 所以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呢 道家的人呢 其实真实世界里面真人 活着的人类朋友都很少 所以可以发现 道家性格强的人 像是谁啊 像是以前我们小时候 就有读过的李白 对不对 李白不是说 举头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吗 所以你觉得李白呢 这一场呢 喝酒呢 开不开心呢 认真想想看 他真的很开心吗 这首诗呢 的名字叫做 月下独卓 所以李白跟谁一起喝酒啊 跟月亮 跟他自己的影子 所以这首诗呢 是一首很孤独的诗 整首诗最重要的 就是读啊 可是这是李白选择的人生 所以他的朋友是谁 是月亮 是影子 苏东坡呢 在赤壁妇里面提到说呢 他捋鱼虾 而有迷路 和鱼虾 迷路 迷路就圣诞老公 跟个好朋友啦 圣诞节的时候 有没有送礼物的 那个迷路啦 他跟鱼虾 跟迷路呢 做朋友 为伴侣 所以苏东坡的朋友 是谁啊 是鱼跟虾 和迷路耶 各位 有没有发现 真人 人类的朋友很少 所以呢 孔子就说啊 你们到家人啊 都是跟鸟兽啊 跟大自然活在一起 我是不是这样哦 我是跟真人活在一起 所以大家 您思考过了吗 你到底是要跟谁 活在一起呢 什么是 你的人生观呢 知其不可而为之 当然是很累的嘛 但是 就是因为不可而为之 所以才更显得珍贵啊 如果 我们真的 没有办法 在那里跌倒 就在那里 站起来的话 那我们至少 不要永远的 躺下 现在的人流行说 在哪里跌倒 就在那里躺下 因为躺下 比较不累 所以你躺一躺 休息好了之后 要干嘛呢 要继续往前走啊 人生的道路 就是如此 所以 我们也可以发现说 历史故事里面呢 像是文天祥 或者呢 像是诸葛亮 鞠躬 尽瘦 死而后 他们是不是 都是有知其 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呢 读到这一讲 很可以给我们的启示是呢 在我们呢 选定我们自己的生命目标 要坚持我们理想的过程当中呢 有可能会碰到很大的挫折 如果呢 你只是选择躺下 和永远就躺在那里 那当别人 要over your body的时候 那也就是你原本的选择咯 罗曼罗兰啊 有说过一句话 他说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 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 托尔斯泰也说 人的活动 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 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 你可以发现 孔子当然是理想性很高的 好的 那我想呢 把今天的这一讲呢 做一点重点整理 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见呢 儒家的人生观 是呢 积极进取前进的 道家呢 是采取一种呢 消极后退的应试态度 他和儒家呢 分别代表呢 传统思想里面呢 两种不同的生命倾向 第二个 孔子呢 的人生观 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正是因为呢 知其不可 而呢 他努力的去作为 这也就代表呢 这也就代表呢 孔子呢 愿意在 分乱的世界里头呢 去承担他作为 人的一个使命 所以可以发现呢 在建立我们呢 人生观的时候啊 其实使命感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透过呢 城门 长居 解腻呢 的 跟孔子的学生 子路的对话 我们发现呢 这是最早呢 儒道的对谈 儒家道家的智慧啊 太多了 太深了 但是 限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想我们今天 就先到这边 读完这一讲呢 你能不能想想看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呢 知其不可而为之 努力的去作为 还是选择呢 就当一个 必逝之士呢 何况 现实生活里面 说实在话的 当我们要行动之前 我们总是会帮 我们自己的生命地图 略做一点规划 恐怕也没有 真的那么的 知其不可吧 希望今天的这一讲 可以开启你更多 关于经典和生活智慧的想法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 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对了 我们王子曰 有Podcast的音频版本 你可以在各种Podcast平台上 搜寻王子曰 就会找到了 要记得订阅 按赞留言分享哦 我是王老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